三级警戒延长 疫情改变了消费形态 花莲圆柏就除了是拼防疫 也要拼经济 将优惠转往线上购物 邀请了美女楼馆直播 大方展示商品 也带来了居家简单的运动 以及零接触购物方式 再将商品送到消费者的手中 除了是回馈在家防疫的消费者 也要拼出新经济 因应全国三级疫情延长 远东百货花莲店求新求变 除了努力防疫也要拼业绩 特别针对线上购物优惠 推出一系列宅在家防疫商品 以脸书粉丝团直播进行导购 邀请美女楼馆直播室穿商品 秀身材 并传授防疫在家简单做运动 获得网友吸睛好评 运动内衣的话 其实现在目前在家穿 其实是非常舒适的 那有一些人可能会在家运动 那我们希望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去提醒一下我们消费者 说其实在家也可以运动 那不要说等到疫情结束之后呢 可能身体身材会变胖 所以我们就特别找了我们的仙女楼馆 那这个楼馆非常年轻非常漂亮 她平常也非常喜欢运动 所以呢她穿上运动内衣 可能会有加显这些显著的效果 所以再请她来直播 那没想到就效果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现在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把行销模式比较多的部分 都朝往到线上 在Facebook粉丝团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都是针对在居家防疫的一些主题上面 然后去找到适合的产品 然后去跟厂商去谈特别优惠的价格 那包含我们线上购物的满千折百 跟免运到福的这些服务 可以让客人直接不用到百货公司 就可以买到现在需要的商品 那就是所谓现在的零接触的服务 疫情笼罩 营业时间缩短 原版花莲店更益助资源及创意在网络上与粉丝互动 搭配网络购物满千折百优惠 满额免运季道府 商品速利便在广外结账取货等方式 要让花莲商亲既可安心在家防疫 又可买到自己喜欢的商品 记者长方燕华林师报导 请便继继续